做香肠竟然这么简单啊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什么香肠都能做出来 它的秘诀是什么 让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 我用台湾脆皮肠来做个示范 我们首先准备这种里肌肉 依照您的家里的人口和喜欢吃的多少 把这个里肌呢 先切成这种细长条 像手指这样宽的细长条 然后再切成钉状 比较大一点的钉状 我一般呢都喜欢 这个自己来切这种 这个大钉 像这么大 最好是这样 切完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剁一剁 我只是两个人的量 所以我用的稍微少一些 您可以做一斤或两斤的肉都可以 稍微剁一剁就好 就不用把它剁成泥状 剁成小的一些的碎块 是最好吃的状态 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就像这样的小碎块 然后我们再放上三比一或四比一的 这样的这个一点的肥肉 肥肉也千万不要剁碎 好把它混合在一起 我们就放盐 放生抽 我放一小把红糖 再淋一点蜂蜜 那效果才是更好的 把手洗干净啊 这些佐料都抓匀 再多抓一会儿 就像搅馅一样 越搅味道才会越好 而且会越粘稠 这样抓它个一两分钟的样子吧 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一点大葱 稍微多一些呢 我这个葱啊 是我自己家里种的 有这么两颗葱 我给您看一看我这个葱油 挤一挤 您看看这葱油 年年的葱油 都流出来了 您就把买来的葱 带葱根的葱呢 在水里泡这么一两天 然后种到土里 就能长出葱来 自己种的葱啊 跟外边买来的葱 味道一点也不一样 特别好吃 葱味很大 然后再一大块姜 先切片切丝 然后再把它切磨 我的姜也是自己种的 好了 把葱姜混合到一块 稍微兑一点温水就可以了 然后我拿手啊 使劲啊 攥一攥它 您也可以拿榨汁鸡 把它榨成汁 那更好 味道更纯 我呢 为了省事啊 我就用一块小纱布 把它整个包起来 包好以后啊 使劲的啊 攥一攥 它会出很多的水 和刚才的一点温水 我都倒进去 这样的葱姜汁 才非常的浓郁 看着水多 然后使劲的 拿手把它搅打 朝一个方向 使劲的搅打 再揉捏它 就像按摩一样 这样一会儿水 就全都进入到 这个肉当中去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啊 我通常啊 我通常啊 都是放到冰箱里 至少一个多小时以上吧 让它腌制出味道来 做出的肠才好吃 腌制肉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来清洗清洗 这个肠衣 大家看这个肠衣啊 从商店里 或者是从Amazon都有卖 商店呢 比较便宜的呢 就是这个Academy Store 这个Store里边卖的 七八块钱比较便宜 或者呢 大家可以看我视频下方的 链接处的链接 打折的时候也比较便宜 它是一个密封盖 打开以后 随时做 随时就可以取用 它是用盐 用盐腌制的 这个上面全都是盐粒 然后呢 我们做的时候呢 就取出来一小根就行 如果太长呢 您就把它用剪刀剪 剪开一下 其余的呢 还放在原处保留 它可以做25磅的香肠 所以一次根本用不完 我就取用一小根 给大家今天做一个示范 剩余的就挤出空气 把它还密封好 放回冰箱冷藏 然后呢 我们要准备温开水 我放测温计给大家看一看 大约掌握在100华氏度 也就是4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温度最适宜来清洗和浸泡 含有盐漬的这个香肠衣 好 我们先用一点温水呢 用手抓一抓 然后把它彻底的清洗一下 就把它的表面的盐粒 给它去除了 然后把清洗的这个水倒掉 倒掉以后呢 我们还用这个温水 多倒一些 放在那浸泡 浸泡一个小时 好 一个小时之后 它已经可以说 盐粒去除了非常软化了 这时候我们再用水龙头的水 也是温水 使劲的冲 一定掌握不要太烫这个水 使劲的冲 冲洗它 把它内部的盐粒也给它都冲干净 好了 肉我们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就加入熟的玉米粒 我用这种罐头的玉米粒 用开罐器 我把开罐器的链接放在说明区里 请大家点击查看 然后把罐头中的水完全避出 再加入玉米粒 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了 根据您的喜好 放多一些少一些都可以 喜欢呢红颜色的人 还可以加一些 一小勺红曲粉和白胡椒粉 好 下面我们准备灌香肠了 我这个灌肠器啊 可以说是我买过的最省事的一个 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区 请大家自己点击查看 肉馅放进去 可以根据您的多少 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桶立起来 放完以后 我们再固定 到桌子上 特别的省事 用的时候我们按紧固定旋钮就好了 非常轻松 还有塑料管 套入固定器 像这样 接口处旋紧 不留缝隙 然后把封口处的 螺旋盖 拧上 拧紧它 把刚才清洗好的长衣啊 从开口的这个地方套进去 因为是塑料的 所以呢 它比较圆滑 但是我们还要稍微小心一点 完全都套入在这个塑料管上 开口处啊 最前端我们保留一段距离 然后打一个死截 我们最好啊 不要在套之前打这个截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呢 我们在套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空气 啊 窝在里边 即使这样呢 刚开始的时候转动肉馅的时候 您就会发现空气还是会出来一些 我们要用手把它往回推 然后慢慢的再转动 速度不要太快 一个手一边转动旋钮 另一个手一边把已经灌好的香肠 向前一点一点的放出 这样是非常均匀的 这个机器附带着三个香肠管 我用的是中粗的这一种 我呀 用过厨师机上佩戴的 就是我原来做算长的 大家可以看我说明区里做算长的链接的 那个灌肠器 以前还用过 只是一个塑料管 我们用小推子向前推的那一种最简单的 相比之下呢 我这一次向大家展示的 这一种可以说是 一个人就能轻松搞定 太简单 而且刷洗起来也特别容易的 这一种灌肠器 是我真正很喜欢的一种 您喜欢的长度 把它从中间剪开 再系上一个小死扣 剪下来的两边都要系好 那大家看 现在里边呢 还会有很多的空气 没有关系 一会儿我们要处理 最后这一部分 已经推到 完全推到管里边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拿一根筷子 就可以啊 把它完全塞入 剩下这一小段长衣当中 再打一个死截 剩下这一段长衣 我一般都保留着 用它来代替线绳 一会儿来 再系其中几段 大家看 我把它轻松的拆下来 放一点洗碗剂 用水稍微冲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附着在桌面的旋钮 松开 轻而易举的就取下来 每一个部分我们都卸下来 放一点洗碗剂 冲一冲 非常的干净 我每一次用完它 都及时的冲刷一下 当您的香肠做好了 它也就干燥了 就可以烧起来了 特别方便 我不知道为什么 用过几次除湿机的灌肠器啊 总是里边出现了一些 黑色的小机器的分泌物 但是这个灌肠器 每一次都灌得干干净净 我们把手再清洗干净 接下来按照您喜欢的长度吧 我们可以扭转几次 或者直接呢 就用刚才的剩下的那段长衣 分几段把它系上 我们也可以用线绳来系 都行 系完以后呢 您既可以把它剪开 也可以呢 我喜欢这样 连在一起就可以煮 然后我拿一个消过毒的针呢 稍微轻轻的扎一扎 轻轻一点 空气就会溢出了 这样特别快的 它就可以排气了 以免一会儿 我们在煮的时候呢 它就特别容易爆破 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到清水当中 开小火 一定注意开中小火 不要让这个水沸腾 在不沸腾的情况下 温热的情况下 煮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煮到比较饱满了 完全鼓起来了 颜色也变成白色的了 这时候 基本上里边已经熟了 然后我们在 吃的时候 我们就煎一煎 您看 我没有放红蛆粉 因为家里自己吃 不用放红蛆粉 煎一煎 就能够煎成这种金红色 好了 希望对您做台湾香肠有点帮助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